大家好 大家看我这一盆六月血的话呢 现在呢是长得非常的茂密 那么长得这么茂密 其实呢它已经是涂涨了 像这种涂涨的六月血的话呢 在这个阶段我们有几个步骤要做好 避免它再一次进行涂涨 首先第一个就是要进行修剪 像这种已经涂涨了非常厉害的这种枝条的话呢 要全部把它剪掉 不能够让它继续在上面吸这个养分 现在呢先给这个六月血做一片清理 然后把它这些没用的看起来是涂涨的这种枝条呢 就全部把它剪掉 大家看这种枝条呢 就是已经涂涨了非常厉害了 涨得非常的快 这样剪一剪之后呢 这个六月血呢看起来呢就清爽很多了 那么修剪是第一步 那么第二步我们要给它补充一些肥料 遏制它继续涂涨 一般出现这种涂涨的话呢 都是因为这个氮元素呢是偏多了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要给它使用一些磷酸二氢甲 来中和一下它里面所含有的这个氮元素 用上这个磷酸二氢甲就可以了 把它做成一比一千的这个水溶液 每个星期给它浇灌一次 直到这个植株已经正常的生长就可以了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给它补充光照 这个六月血呢是比较喜欢光照的 出现涂涨一般呢都和这个光照不足有关 所以呢在修剪完之后 要让它接受比较充足的这个光照 那么它后期这个涂涨的势头呢就会遏止住了 这个六月血的话呢是比较容易扦插的 我们把这些修剪下来的枝条拿去扦插就可以了 也不要浪费 好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